7月21日中超第13轮比赛中,山东路能克战长春亚太,最终以2比1的比分击败对手,暂居中超击分榜投名。 本场比赛的不时阶段,王大雷在扑住对方任意球射门后,送出一个大力手抛球进行反击,直接找到前场的塔尔德利,造就了一个黄点套餐,也险些造就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二个助攻。 对于鲁能来讲,球队拥有王大雷不仅代表着拥有一名国门级的守门员,他也是球队在反击进攻中的一大力气,在现如今的中国足坛,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球员。 而王大雷在比赛结束后,更是上演了一场暖心之举。 本场比赛中,新元格德斯在看台上观看了本场比赛。 比赛结束后,格德斯也来到了球场上,与队友一同欢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 对于格德斯来讲,毕竟是刚刚加盟鲁能过久的球员,无论是与队友一或是球迷之间,还有一定的陌生感。 不过,王大雷之后的举动,可以说让所有的鲁能球迷点赞。 鲁能俱乐部对于球迷文化的塑造,不次于中超的任何一家球队,每场比赛的赛后必将现场感谢远征的球迷。 本场比赛同样也不例外,王大雷在这次的现场中,将新元格德斯一同拉了过来,参与了与球迷之间的互动。 格德斯与王大雷的这次举动,不仅让队友之间更加亲密,也同样拉近了格德斯与球迷之间的距离。 一场胜利加上新元到场,算得上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。 对于格德斯来讲,来到中超时日不多,首先要学习的或许是李肖鹏的战术安排,以及中超节奏感的掌握。 不过今天这次与球迷之间的互动,无疑增加了他对球队的认同感,以及与队友的亲和力。 格德斯必将对球队的文化更加认同。 在这样的心情下,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超首秀,格德斯的球技状态,必将会有最大力度的发挥。 王大雷看似无意的举动,其意义重大。 对于格德斯来讲,意味着打破双方认知的一道屏障。 在看到队友都是热心肠的同龄人之后,他也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比赛之中,让陆能的换血工程进入到良性循环中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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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